他已经用中药控制住了 所以我们不用在乎之前的事情 我们在乎眼前的事情 眼前他是不能讲话 不能吞咽 流口水 目前他是用鼻胃管 关键是他不能吃一般的饭菜 这样很清晰 所以你给的东西就不能给饭菜 给全餐那就不对了 因为他不能吃 他只能用鼻胃管 他也不能正常排尿 他用药袋 四肢僵硬 他有筋软整个肢体萎缩 然后不能讲话 他也是进入一个老化 肌囊衰退 肌囊衰退的一个过程 因为他已经91岁了 我们来看这个 这是老人家的疾病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怎样帮助他 我们认为这个事物是很清晰的 就是泥状食物 而且必须把生死拉高 那请问这个是什么体质 中性体质 中性体质 他是中性体质 他是中性体质 他体质是中性的 中性体质 中性体质 好 我们现在针对这个案例 我们做一个探讨 来 我们就给他写在这一边 我们写在这一边 来 A1是什么 A2是什么 B1是什么 B2是什么 C1是什么 C2是什么 B1是什么 B2是什么 B1是什么 B1是什么 B2是什么 B2是什么 我们从这边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有写 他这边画的三颗星是这个 不能通验 还有一个 事实僵硬 精软萎缩 他画三颗星 不能讲话 他是给一颗星 我们来看这个案例 我们像这个呢 第一个一定要给上一个正常饮食的泥状食物 也就是说他必须给上全餐 但是他要全一定要是泥状的 那是什么东西呢 那是五谷腰果低瓜奶跟南瓜蔬菜泥 毫无疑问的 那是没有别的选项 只有一个选项 汤就是五谷腰果低瓜奶跟南瓜蔬菜泥 所以因此呢 他在这边呢 在这个饮食上 饮食上呢 所谓的这个部分呢 就不存在 第一第二是不存在的 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正餐的时候呢 给上什么 我们在正餐 就是早餐 跟午餐 跟晚餐 我们要给上什么 我们要给上一 它是五谷腰果低瓜奶 五谷腰果 低瓜奶 跟南瓜蔬菜泥 它没有生死 不必用生死 不必的 直接给上手指 但是呢 你在水果的部分就没有水果了 全部是果菜汁 所以因此早上十一点跟下午五点跟晚上八点半就是果菜汁 直接给上果菜汁 果菜汁用什么最好呢 当然你要给它的就是用比较好喝的 味道比较好的 那同时会有功效 因为它没有写上糖尿病的问题 没有血糖膏的问题 只要是它没有涉及到血糖膏 我们给的另外一个配套 并不是五谷腰 并不是那个进血蔬果汁跟五汁饮的 而是利用上第二个配套 就是胡萝卜苹果汁跟高细果汁 也就是我们在果菜汁的配套有两个 一个配套是进血蔬果汁跟五汁饮 给的是癌症 糖尿病跟高血压 那假设没有所谓糖尿病的人 我们会给上第二个配套 它就是胡萝卜苹果汁跟高细果汁 因为这两个偏甜 所以糖尿病可能我们就避开了 癌症也避开了 但这个人他不是癌症 也不是糖尿病 我们就应该给胡萝卜苹果汁跟高细果汁 它走向补血无限 所以因此我们在这一边 我们用的是什么呢 用胡萝卜苹果汁 这有贫血 我忘记说 贫血 那这个它多了一个贫血 它有一个贫血 那我们用胡萝卜苹果汁 跟高细果汁 这两个都有补血的效果 跟高细果汁 就用这个啦 胡萝卜苹果汁跟高细果汁 然后呢 我们必须要明白 它这个时候呢 四肢僵硬 你必须要多放一些酵素进去 来激活它的这个细胞的再生 细胞的再生 对这个老人家来讲很重要 因为它的精神代谢肯定是缓慢的 所以如何能够激活它 让它细胞再生速度能够加快 这是很重要的 用什么东西最好 除了果菜之外呢 饮料也必须要具备这个特性 它用什么 用酵素吸湿液 它用酵素吸湿液 酵素吸湿液 酵素吸湿液 酵素吸湿液呢 我们请看第几页呢 我们看一下第2应该是23页吧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23 酵素吸湿液 23页的对右下角 23至22 酵素吸湿液呢 它是酵素加水的 给它当开水喝的 但是也不要每天 也不要每天 A1就不要给这个了 A1给上别的 给上别的呢 我们应该给上什么呢 因为这个老人家 他有所谓的贫血 你应该给上什么 给上黄芹红枣狗吸湿 它是补血补气的 所以在这边给上什么呢 给上黄芹 黄芹红枣狗吸湿 也是在第21页 黄芹红枣狗吸湿 20页的第3号 至于说保健品的部分呢 保健的部分基本上呢 我们就可以不用给 因为它肯定吃的量是有限的 我们用饮食去调就行了 用饮食来调 所以这个部分呢也不用给 所以我们排站怎么排呢 我们排站是这样的 水果的时间都用这个来排地 11点 所以我们要这样排 我们跟各位讲一下 早上的11点 下午的5点 晚上的8点半 这个都是什么呢 这个都是这个 这个部分是往这边排的 是往这里排的 是往这里排的 也就是说他一天啊 他吃3次的果菜吃 用果菜吃天然的酵素 来帮助他代谢 不管排尿也好 不管排便也好 多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助 因为他是新鲜的酵素 然后在饮料上呢 在二次六日呢 给他酵素稀释液 酵素倒在水里面 给他当开水分 这个是帮助很大的 但不要每天 要隔天 好 那 一三五我们喝黄奇红爪 勾引汤 二四六日比较酵素液 那那个保健品的部分呢 我们就拿掉了 因为保健品的部分呢 对老人家来讲 的确是有妨碍的 他对肝肾增加的负担 老人家这个时候呢 请记得一定要让他平安就好 那么肝肾不要有太大的负担 保健品往往是高单位高农说 会给老人家的肝肾增加负担 我们就把保健品拿掉 没有保健品 他是没有保健品 所以因此我们就不要保健品 不要保健品的时候呢 我们在那个时间点 在上午的运动后 跟下午的三点喝什么 喝汪开水就行了 喝汪开水就行了 保健品拿掉 他只喝汪开水 这边喝什么 喝汪开水就行了 汪开水 汪开水是最没有负担的水 对身体来讲是最没有负担的 你给他喝汪开水就行了 200到300几行 你不能老是果菜吃 对没有汪开水也不行的 对不对 你老是果菜吃怎么行的 总要喝一点汪开水 那汪开水喝哪个时间点呢 对运动后 老人家估计他是不好运动的 他是不好运动的 但是这个老人家 请问他能不能站 不能 站也不能站 好 他无法运动的 所以因此你在 这个早上起床的时候 就给他汪开水就行了 下午三里给他汪开水就行了 所以他没有保健品 是没有的 就是用骨骨压骨的地方 拿瓜素菜泥 当正餐 喝的 他的那个量 要这个加这个 多少量 你可以这样写 你可以这样写的 一碗 这边也一碗 老人家洗碗 不要写几细细 你要跟他讲 只能吃七荤煲 要以老人家的感觉为主 你必须说 五五亚骨的地方哪一碗 南瓜素菜泥一碗 你不要写几细细 不要去写 你说 这个食量以七荤煲为主 就行了 七荤煲 他是用灌食的 不是用碗的 对 他用灌食的 就是量你自己拿捏 也就是不能吃到占 不能吃到占 老人家他应该会给你做表示 他会思议说 我已经吃OK了 他会给你表示了 那就停了 不要让他占 吃到不知道饿就行了 我们平常也是一样的 吃到饱 跟吃到七荤煲 对你的养生 比较有帮助的是七荤煲 而不是吃到饱 而是七荤煲 所以老人家更是如此 七荤煲就行了 所以这个量你要拿捏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的元素 已经写下来了 那我们在平常的时候 我会建议 老人家这个时候 最好是素食 不要有鱼肉 你给他鱼肉 只是負面 没有正面 一定是負面 绝对没有正面 所以老人家 在这个时候灌食 你就必须完全素食 因为这个时候 老人家的素食 是由你决定的 不是他个人决定的 你给他鱼肉 他也没感觉 对 他吃什么东西都泥状 你给他素食跟昏食 是没有感觉的 都是泥状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站在他健康考量 是不能给昏食 一定要给素食 有些老人家 他还能吃这个时候 他给你讨的药肉 他想吃鱼 你没有办法 你必须满足他 因为他有口固的欲望 但这个老人家不同 他已经没有口固的欲望了 因为他是怪食的 这个时候 你要站在养生的高度 来给他设计 用什么 就是用全素 一定是用全素的 全素绝对是对他帮助很大的 那体质能够呈现过减性 用这样吃就一定吃得很好 一定会吃得很好 很平安 非常平安 用这样的吃法 没有保健品 没有水果 他生殖比例依然很高 依然是很高的 那等一下呢 我们试着把它落实在这个板子上 我们现在呢 有没有疑问 请大家举手 有疑问我吧 把疑问解答过之后呢 就开始写了 有没有疑问 刚才的讲解 好 没有疑问 大家抢时间 开始操作 来 开始